今天的艺术很有事到故宫振文大展 展览展出振文一生众多的珍贵原稿 其中的三国系列是他为日本Game Art公司所做的游戏人物设定 开幕当天有来自台、港、中日的众多弟子和漫画大家 见作品无见其人 所以老师过世第二天,师母中很不好,冲到他家门口 驾车我就跟师母讲说,振文一定要进故宫了 诚文老师他记忆的变化非常好 光看阿鼻剑大概也变了三次 那如果他整个生涯看的话,他又变了好多,好几个大块的面向 那第二面向是后彩的,就是最后决斗那个 第二面向就是刺客列转 他类似把徐悲鸿的方式去画连环漫画 因为徐悲鸿就是个中西合璧用水墨嘛 到了诚文三国志的时候,等于把前面的一个所有技巧 这边又做了一次很大一个融合 而且这融合是一个产生更高的提升 能够跨越时空的作品,应该就是诚文三国志 我面前的一向都是以一段随着,其实你看到 素晴らしい才能大家发现 他是个好玩乐 《三国志》的工技? 《三国志》的工具 《三国志》的 biology是非常、日本很稳 AA 科学生很适合,就是很流行的人 科学的地方 科学中先生的中学生 《三国志》的工具 科学生 科学中 were personally 科学中先生的时候, acho你 《三国志》的工具 对于一家中学生 小川さんにお願いして 小川さんが探すのに1年かかったのかな コンタクト取るの いや本当懐かしいなこれはすごくな 当時にこんな絵を描いてたんだもん 先生は電話嫌いなんですよね 電話には出ないんですよ絶対に 奥さんと連絡がつきまして お会い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んですけどね 優しい人でね こういうことでゲームの絵を描いてくれませんかってお願いしたら どんなゲームを作りたいんですかっていうことで 三国志と言ったんですよ そしたら小川先生はね 私三国志の絵を描きたいと思ってた そこで息が合いました 漫画とかだとやっぱり締め切れあるけど 僕らはそういうものではなくて 僕はねだから先生にね もう何年かかってもいいから 三国志をやってください でもやっぱり4年はちょっとなかったけど コメント欄の絵を見たら 然後看到前面一開始放的東舟 我雖然沒有參與 可是因為那個筆法是熟悉的 然後那個記憶就回來了 後來慢慢看到中段的時候 就看到參與比較多的那個 徵聞三國之的部分 看到那一張那個周宇的 其實我嚇到了 因為我沒有想過我們那時候 坐在桌子前面畫的圖 會是這麼細緻的東西 那個時候我們就是這樣趴在桌子前面 然後所謂的放大就是你的臉貼近 後面的那些船帆有一個水字 這個是刻意留下來的 然後這些筆觸也是刻意留下來的 這就是老師的圖裡面 最有生命力的地方 前面的水冰的部分 其實上面的盔甲看起來也很細 可是事實上跟我們畫的細是不一樣的 還有這種顏料的流動 這種顏料流動產生的金屬感 跟我們年輕小伙子硬刻 刻細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用一種像顏料拖曳的效果 去繞啊 去纏 然後讓它產生一種好像 裡面的光銀變化或是金屬的感覺 可是事實上 所有的筆觸都沒有一個規則性可言 都是隨機產生的 然後完全就是一種 自由跟獨特的美感 也許現在有很多的畫家 例如說像韓國 中國 他們在創作類似東方的題材 可是我覺得一張畫裡面 同時兼具了非常自律的寫實 然後又有很狂放很流動很生命的 我覺得是沒有 這一部分是老師是 絕無僅有的 你看你現在就可以找足跡了 狂放的筆觸啊 顏料的堆積啊 產生自然的肌力 這都是只有老師才能夠做出來的事情 其實我自己也在用電匯 可是我必須說那跟這個是沒有辦法 相提並論的事情 他在畫這個東西的時候 雖然是大筆觸 可是他已經開始在預留 反光面 暗帶 亮帶 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玉琪你看 我這個人臉裡面的筆觸 我已經都先預留好那個反光帶 他好開心 我那時候想說 我真的沒辦法 你看他畫的這麼複雜的 衣服的布紋的褶皺 其實他是在桌子上面丟了一塊布 就這樣啪丟下去 然後他就開始畫這個人的布 可是呢 當你去看那塊布長什麼形狀的時候 你會發現 跟他畫的完全不一樣 有時候他只是需要一點點提示 然後他的世界就完整了 他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一般我們畫圖 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呢 我們一定要找到該有的素材 譬如說模特兒坐在這邊 你才開始畫 那你保證是變不了什麼 因為他就在你面前嘛 譬如說模特兒是絕對不做這個事情的 他畫任何東西呢 一定是先去做構圖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他有點腦中3D建模 他可以看那個側邊 他自己腦中會把它翻過去 你知道嗎 那可是還是要找為什麼呢 因為他需要那個基底 他只是要那個起點而已 那後面他會自己往下延伸 根據他個人的需要 我想說模特兒的 說模特兒 看一遜的 那是最初的 看一遜的 看一遜的 看看這一遜的 看一遜的 非常有名三国志のエピソードですが 表情は素晴らしい この表情があって民衆が来る これは多分手術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僕これ見た時に なるほどやっぱり頼んでよかったなって思ったんです 本当に この創画は日本の画は素晴らしい 직접揮立てる クエストも感謝 本当に良かったなって言う そう違った 所以他拿張圖就是很開心 可見他想這個構想的時候 他一定真的是很滿意 他本身自己也有玩三國志的遊戲 他應該是非常喜歡三國志 也許他在之前讀三國志 或是玩三國志的時候 他就已經對既有的角色 他自己有一個新的想法在詮釋了 所以機會來了 然後他就會把他畫出來 對 那時候我記得他對曹操 我覺得他有刻意講過說 他對這個人物他有特別的想法 因為正老師一直很喜歡就是那種 一種矛盾感 所以他會覺得說曹操 通常來講大家會覺得他是 好像大壞蛋之類的 可是其實在他想法 我想他不是這樣詮釋 從他的畫筆裡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人都會有屬於自己的三國的想像 日本三國志的曹操 比較有蕭雄那種霸氣 可是正文老師的曹操其實是非常的帥氣 挺拔 而且年輕正盛 其實是某種理想英雄的人物形象 如果我們對比正文老師的阿鼻劍《東舟英雄傳》 你會發現裡面的主角大概都有這樣的形象 比較因之煥發 而且梅雨間除了英氣以外 好像也有以天下蒼生為紀念像吧 在正文老師那部畫裡面 他以劉備、曹操、孫全三個主要的君主作為象徵 前面有周宇 然後在下面是三陰戰旅部 那在這個畫面中 你給予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把孫全畫得非常的老 在三國歷史上 孫全算是劉備跟曹操的兒子輩的人物 小他們30歲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象徵 為什麼正文老師在繪製這個圖像的時候 反而曹操看起來最年紀 他年紀最大 而孫全最老 應該最年輕 在另外一幅孫全稱帝的畫面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孫全稱帝的時候 年紀也非常大 但事實上孫全稱帝的時候其實並沒有那麼年脈 我覺得這是一種想像 這種想像來自於 正文老師看到三國志裡面 這些君主的發揮才華的時候 孫全掌握實權已經相當年脈了 而曹操發揮他的才華 開始逐入中原的時候 正好是年輕氣盛 青春光滑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想像 大家可以理解 正文老師是如何理解三國 作為攝影詞答應 作為 dol definitely 作為從攝影詞冥 assigning pizzico وأ Glaазд 古的素晴 作為超級要es 現在像是科創的 有多 publishing 展示外sche 自由 就是誰能否 我刚才想到的事情 可是我可能不可感到 二次合在的感觉 鼻子和眼睛的眼睛 我感到很緊張的感觉 但我感到很深刻的感觉 我感到最深的感觉 我也是在日本上的雜誌上的漫画 我也是在日本上的雜誌上的漫画 我看了一些展示的畫面 印象是很細的 表現上的小的地方 我看了一眼 我看了一眼 我感到很驚訝 我這樣子這邊倒鹽料 然後這樣夾著 然後在冰沙撒柴子 用手這樣拍拌也可以 不是 比較累 然後這樣慢慢撕開 然後它是上面這樣 下面這個 然後撕開以後 覺得這裡很像石頭 然後這裡很像樹林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就在這邊用放大鏡 畫了一個很小的這個鏡 上面仔細看 我可以講 然後窅要再馬上 畫面 即使努力 好師 送っていただいて 封を開けて 直接見て びっくりするという体験を 何十回何百回とやってきましたから その時の 毎回の思い出が 蘇ってきて 素晴らしい展示ですよね もう一つの千円さんの 漫画の 特質というのが この展示ですごくよくわかります それはね いろんな顔をした人物がいる あらゆる顔をした人物が 主人公になり得る だから見ている人が 自分とよく似た顔の 人物を発見することも できるし その人たちの見事な生き方 というのも想像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長雲 長雲がこの アドの顔がいいんで このアドの顔が すごく穏やかで 最初ね これ真っ赤だったの 火の中から飛び出したのよ で内田君が すごく衝撃を受けていいんだけど 画像にすると この真ん中の わかんない 全部赤くなっちゃう 先生に何とか頼めるかなって 私はつらかった それを書き直したの それ先生 嫌な顔をしたけど 分かりましたって 書き直してくれたの 上の この後ろの画面全部 でこれ 小三本から 飛び降りてくるところ これを書いてくれたの 書き直してくれたの すごく よくなっていいね よくなったよ すごくいいよ 有一章 老師在作画的照片 他裡面拍的 那一張图 就是這個的原版 Conservative 郑老師想 se 就是極度危險情況下的趙子龍 所以他就用他的最擅長的撥墨跟大筆處理背景 角色的動態部分 你也看到他抓了一個就是很誇張 然後很伸展的角度 然後不知去向的那種方向感 因為當時他處在了那個撥墨裡面的時候 你會更難捉摸裡面角色身處的危險是什麼 因為撥墨不是具象的 所以那種感覺是更可怕 他在畫這張圖前 我覺得他格外腎上腺素上升的感覺 像是一個進入一個特別的模式一樣 然後他是把圖放在地上 大型的管狀人要這樣潑上去 這樣潑上去 然後抓著頭髮 他就開始好像一個野獸一樣 然後這樣繞啊繞啊繞 然後這樣潑 然後我不知道不敢跟他講話 因為那時候他看起來樣子很兇 那些什麼工具啊 弄髒啊 你都不能去碰 你都不能去清 因為好像碰到一點什麼 那個就會把他正在醞釀的東西給毀掉一樣 所以你就讓他髒吧 第一板就讓他髒吧 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是一直到他處理完那個背景之後 你會覺得他整個人才會回來原本的樣子 他就說走一起我們去吃東西啊 就是一定要等到他講一句很生活化的事情 你才可以確認他停止那個模式 他是平常的那個鄭老師 這區很重要 我覺得這區是台灣失落的證問那個關鍵嘛 就是老師最後十年都在中國做遊戲嘛 那這個是他在中國大陸做的遊戲 又鐵血三國字嘛 他帶出了一百多人才 現在是中國各大遊戲公司的主管 我做動畫的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是在哈爾濱 突然有一天我也忘記是誰了 跟我說 說你知道鄭文在北京嗎 我開始是不相信 那後來我問了一些人說真的 真的真的在懷疑在做遊戲 然後我就立馬投了一個簡歷 老師那時候還是很謙虛的 而且他真的是就是說 拿我們當一幫什麼都不懂的小孩 一點點兒的帶 直到把我們帶入門 那個時候文正遠還有那個 就像這我們三個人 最早跟著老師嘛 那個時候我們畫一畫的 還畫一畫的真好 對 也畫的特別棒 就鼓勵 然後我們畫得特別好 老師開始都是這樣 在我之前的想像 我覺得老師可能是一個 那種先鋒到鼓的 沒想到 老師就是一個這樣的 特別平易近人 穿著一身電工服的那個 中施車重點 藍色的 然後那個褲子上面有鐵鏈 然後走路的時候 會把電倒出去 然後房電的鞋墊 房電的手套 然後老師說自己穿得像 科技博士 然後造出小朋友 可以幫我做事情 因為老師很喜歡講故事 老師經常會跟我們講 什麼場景會說話 人物會說話也會這樣 然後同時表達三個以上的 這種表情在一起 表情要傳什麼 就是他眉毛 眼睛 嘴都在做不一樣的那個 表情都在做 做一些很細膩的東西 就是像 這是曹屁嘛 因為曹屁當時是被曹屁壓制 很厲害的一個長子 曹屁為了 曹屁跟曹直 爭位置的時候 他會讓曹屁先變弱 所以曹屁他會有那種 不負不憤的那個感覺 然後他會有那些 算計的東西在裡面 因為爸爸也在算計我 然後天生的那個 皇帝的兒子 或者說那個宰相的兒子 他會有那種 驕傲的那種氣勢 老師會把這種 複雜的東西畫出來 看起來其實蠻簡單的 對老師來說就幾筆 就是 就畫畫幾下就好了 然後但是他的人物是可以交流的 其實很難理解 你看老師玩就挺爽的 就這邊畫一個表情 這邊畫一個表情 一拼然後就會有 他說的那些穿身的東西 我們在去做的時候 差一次就跑了 老師畫的時候 老師也很謙虛嘛 他說比你們也 沒有好很多 每個地方都比你好一點點 然後我們是 不敢回這個作用嘛 其實差別人 提鞋的不配 其實 映画上有很多人 陳雲先生的很厲害 最重要的地方是 絵にね なんだろう 一枚の絵を描くのに すごくこの キャラクターの ことを調べて 調べただけじゃない その人の この時の感情を考えて それで作るんですね 絵を これが本物になるわけです だからそれができるからこそ 絵に 何度も何度も見ると その絵を見るだけで 絵が語ってくるんですね これが本当の絵画 先生この絵を描いてる時はね 一番油の乗ってた時 これだけの絵をね 他で描いてるから なかなか描けませんよ 一番先生 なんかすごくニコニコして 描いてたっていうから 奥さんから聞いた 一番この時 自由にやられた 喜んでましたよ やっと押されてます すごいです もう これだけの量を 一度に 見せつけられた もう およそ かなわな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生の原画っていうのは 自分の生の原画も なかなか見ることは あまり漫画家はないんですよ 何かのきっかけに出して 自分の生原画を見るんですけど 昔描いた時の自分の感情が そこに現れるんですよ で 今回回って チェンウェンさんのいろんな感情を 見てしまいました だから自分でこのゲームを作った時に やってみました 先生は難しいね 遊んでましたよ 最後までできな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 忙しいんだから 先生からね 絵ができましたと いう連絡があると 私が台湾に来るんですよ 台湾に来てそれを見せてもらって それを持って 日本に帰る で ゲームワーツに 店に行くんですよ それを 何回往復したか台湾と日本を わからない 数は 著作権は先生にあるから それを全部私 ゲームワーツから 全部集めたんです で 先生のとこに持って帰るんですよ で 先生曰く うん 大川さん 好きな絵がありますか っていう話になったんですよ ええ ありますよ と言って 長雲が アドを抱えて 山から降りてくるあの絵 これです だから ああそう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って言われたから 何するのかなと思ったら 画材道具を出すんですね 画材道具を出してね あの サインするんですよ あの 馬の足のところにサインが入ってますから 私に あげますって言われたんで 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すごい驚きました そんなことはあるの うん で それは その後 ずっと 我が家の科法で いつもずっと 家に飾ってましたよ 好 這一区是 哲学政文区 這一区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 漫画這個事情 一半是土 一半是文字 東東英雄传 雖然古籍改編 可是政文老師 其實 加了很多東西 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屈原故事大家都知道 他做人很清廉 都不跟人家同流合污 那漁夫又勸他說 你做人就要水波主流 不要太執著於理想 這個以上 其實就是古書上所寫 記載的 那這下面就是老師加的 對不對 你看老師加的 我也是水波主流 隨著我良心的波浪 突然把這個故事 變得俊勇了非常多 事實上這個是 老師自己加出來的 其實這個展場有個小彩蛋 鄭老師的原名 本名叫做鄭敬文 他後來叫鄭問 叫鄭問的原因就是因為 在屈原寫的天問 所以 你看鄭老師回眸看的就是 所以老師可能看著 離開的觀眾嘛 也可能看著屈原 他給我們改畫 他會問 他會問 我為什麼要這樣 李凱我為什麼要這樣畫 完了 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問 就是後面站的所有人 他都問一遍 我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每個人都不知道 然後最後老師就會說 因為他就是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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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聽我覺得 這不是廢話嗎 這不是一句廢話嗎 但是過了好幾年我才能明白 老師為什麼要這麼說 就是我翻譯一下我的理解 就是這個東西 它的客觀存在就是這樣 它沒有別的辦法來呈現它 如果把它畫得好 畫得像 畫得很高級 它就只有這一種方法 我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 但是就是 你先過了好幾年了我才明白 不是有一種 所以我不想說 就是別的 都會有落者 我但是不想提名 你以為 或者是… 但我不是 你卻看得跟你 我看得不 esperar 我為你 我怕你 好 我怕你 是 我怕你 他會